傅里香益胜宫农历7月15要举办中原普渡法会 祈求信徒和家平安、天福严寿、事事顺利 也希望透过法会举办让国人对中原节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中原节是超度亡灵的重要日子 也是累积功德、化解冤亲在主的好时机 傅里香益胜宫将在农历7月15 也就是国立8月18号的下午3点举办中原普渡法会 祈求信徒和家平安、天福严寿、事事顺利 并希望透过法会的办理 让国人对中原节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每年的7月15我们都会办一个普渡的活动 就是我们庙里有准备贡品 为信众准备贡品一份是两千块 希望信众永远参与 我们还要请诵经事务为大家祈福消灾 保佑风调以后农民都能大风收 做生意的人每个人都能赚大钱 主委表示今年的普渡贡品又将内容物升级 不仅仅是沙拉油晋升为橄榄油 就连面条也都很讲究 这是希望用到最好 中原普渡法打造很多普渡用的设施与祭坛 庄严又精美 妙方很用心的规划 强调是慈悲心以及奉献心意 借法会 法借超度 齐安普度 也让地方相亲更了解中原普度的意义 以及做爱心 值得肯定 拒绝高双双富一乡赛访报道